好,那接下来这堂课啊,我们要讲机器呢,怎么看懂人类的文字,或者是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把文字输入到电脑里面去,让电脑可以看懂人类的文字。 那今天要讲的是在这个方向上最新的技术,包括BIRT,还有跟BIRT很相似的,其他也非常知名的模型,包括ELMO,还有GPT。 那这个第一页投影片呢,是先跟大家非常大略的复习一下,过去在有BIRT,在有ELMO之前,是怎么让电脑去读人类的文字的。 最早最早的做法是说,每一个人类的词汇就当作是一个不同的符号,每一个符号都用一个它unique独特的编码来表示这个符号。 那最常见的做法叫做one of unencoded,假设说现在世界上就只有五个词汇,这五个词汇就是apple, bag, cat, dog,跟 elephant。 那我们把每一个词汇都用一个向量来描述它,在这个向量里面都只有一维是一,其他维度是零。 每一个词汇都有不同的向量。 那用这个方法显然是非常不足的,因为假设对机器来说,每一个文字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的话, 对它来说,词汇和词汇之间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 它不知道说cat跟dog都是动物,也许它们相较于这个cat跟bag的关系,cat跟dog是比较近的,而cat跟bag是比较远的。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符号上面,从one of unencoded这种编码上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 所以后来,因为如果把每一个词汇都当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东西来看的话,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后来就有了world class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些词汇做分类,我们要说有些词汇,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 比如来说dog,cat跟bird,它们都是动物,所以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 或者flower tree跟apple,它们都是植物,所以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但这种用world class的方法显然太粗糙了,因为虽然dog跟cat都是动物,但是相较于鸟类,它们都是哺乳类动物,所以它跟鸟类又是有点不同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dog,cat跟bird同样归类成同一类的话,这样显然太粗了,你没有办法看出哺乳类动物和鸟类之间的差别。 所以怎么办呢?后来有了更进阶的想法,叫做word embedding。 那word embedding这个技术,我们过去上课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上课录音里面是有这一段的,所以我们就不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内容。 那我们就把上课录音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 那word embedding可以想成是一个soft的word class。 word embedding的意思是说,每一个词汇我们现在都用一个向量来表示它,每一个词汇都用一个向量来表示它。 这个向量的每一个维度可能就表示了这个词汇的某种意思。 那语意比较相近的词汇,它们的向量会比较接近。 比如说dog跟cat跟rabbit,它们都哺乳类动物,它们的向量会比较接近。 相较于bird或者是tree和flower,这个哺乳类动物的向量跟bird就比较有距离,跟bird就比较有距离,跟flower跟tree就比较有距离,等等。 所以从一个词汇的向量,从一个词汇的word embedding,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词汇有什么样的语义。 那至于word embedding怎么训练出来的,我们之前在上课录影也讲过说,是根据每一个词汇的上下文所找到。 那这个都只是简短的复习而已。 在RM的作业里面呢,我们要做一个sentiment analysis的classifier,让我们知道说在表示每一个词汇的时候,也许你不是用one-time coding来描述每一个词汇的,你会把每一个词汇用它的word embedding来表示。 你可以想成说word embedding就是某种种feature的方法,我们用word embedding来当作某一个词汇的feature。 word embedding可以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NLP的自然语言处理各式各样的任务上,而且很多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都不是用one-time coding来表示一个词汇,而是用embedding来表示一个词汇。 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过去没有讲过的主题。 那一个词汇啊,它是可能有不同的意思的,同个词汇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举例来说,先在这张头影片上面,我们有四个句子,每个句子里面都有出现bank这个词汇。 那这边呢,要跟大家先定义一下,就是,呃,这边这四个bank,这四个bank这个词汇,它们是不同的token,但同样的type。 大家听得懂啊,这边有四个bank,这四个bank,它们是不同的token,但是它们是同样的type,它们的type就是bank。 那过去在做embedding的时候啊,我们是每一个word的type,有一个embedding,所以如果不同的token,它属于同样的type,它的embedding,它所对应的那个vector,就会是一模一样的。 换句话说,过去我们假设,所有的type,所有不同的token,只要它们的type是一样的,它们的语义就是一样。 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不同的token,就算它们是同样的type,比如说这边的银行,它们是同样的type,不同的token,它们也有可能有不同的语义。 举例来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前两个句子的bank,它们的意思指的是银行,那从它的上下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前两个句子的bank,附近都有money这个词汇,那它们指的是银行,那后面这两个bank呢,第三跟第四个bank,它们指的是合体的意思,它们前面都有river这个词汇。 那所以过去一般传统的embedding,是每一个type都有一个embedding,那这四个bank,它们会有一模一样的embedding,我们假设这四个bank有一模一样的语义,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我们希望机器可以给不同意识的token,居然它们是同样的type,也要给它们不同的embedding。 那过去是怎么做的呢?过去的做法可能是说,你去查个词典,查词典告诉你说,bank这个type有两种不同的意思,有两种不同的sense,那你就说,所以bank这个type应该要有两种不同的embedding。 我们在training的时候,我们会给bank这个type两种不同的embedding,我们最后训练出来,希望可以做到说,第一个token跟第二个token,第一个跟第二个type是bank的token,它们有一种embedding,而第三个跟第四个token,它们有另外一种embedding。 这是过去的做法,但这么做,显然是不够的。为什么是不够的呢?因为人类的语言是非常微妙,如果你查bank这个词汇,有些字典会告诉你说,就是两个意思,有些字典会告诉你说,bank可以说是有三个意思。 举例来说,bank会被用在写库里面,就是说医院会有block bank,那block bank这个bank,它跟银行的意思有点像,因为它有储存的意思,但有些词典会告诉你说,这算是bank的第三个意思,它被用在写库的时候,你会用block bank这个词汇。 那所以,今天人类语这个东西啊,是很微妙的,到底block bank的bank,我们应该说,它就是银行的意思,还是应该说是第三种意思,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讲法。 所以,这样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常发生的,举例来说,这个人是尼路,这个人其实他也是尼路,但是怎么会说,他是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他也是罗马帝国的第五任皇帝,好吗? 他是一个暴君,他其实也是一个暴君,所以他们好像是同一个人,你可以说他们是同一个人,但是其实他们又不是同一个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比较好的。 或者是说,这个是加贺号护卫舰,这个也是加贺号护卫舰,他们是一样的吗?他们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又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说,这个是人啊,这个不是人啊,但他真的是加贺号护卫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比较好,所以就是这么神奇,人类语言就这么神奇,很多词汇,你可以说他是一样的东西,也可以说他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期待今天机器可以更进一步做到说,每一个word的token都有一个embedding,我们之前是每一个type有一个embedding,或者是一个type有固定多个embedding,现在是每一个token都有一个embedding。 那怎么知道一个token应该要有什么样的embedding呢?它的精神啊,跟过去的word embedding一直是差不多的。 怎么跟每一个token一个embedding呢?你看这个token的content,你看这个token的上下文,上下文越相近的token,他们就会有越相近的embedding。 那我们刚才说,这边有三个不同的句子,里面都有bank这个word type,但这三个bank是不同的token,今后这些不同的token都会有不同的embedding,就像他们的type是一样的。 那这个技术,叫做contextualized的word embedding。但是呢,这个block bank跟money in the bank,这两个bank,他们的语义可能还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到时候你认出contextualized的word embedding的时候,这两个vector,每一个word type都有一个vector,但是每一个word的token都有一个vector,但这两个token,这两个bank,这两个token,他们的vector可能是比较近的。 这两个bank,这两个token,他们的vector可能是距离比较远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给每一个word的token,都给它不同的embedding。 好,怎么做到这件事呢?有一个技术可以做到这件事,这个技术呢,叫做elmo,它是embedding from language model的缩写。 那elmo呢,就是右上角这只红色的怪物,它是一个芝麻街的角色。 好,那elmo呢,它是一个rnn-based language model。 那什么是rnn-based language model呢? 你要训练一个rnn-based language model,你其实不需要做什么labeling,你只要收集一大堆一大堆的句子。 那句子不需要做任何的标注,你就去ptt上爬一大堆句子下来,然后你就可以训练一个rnn-based language model。 举例来说,现在ptt上有一个句子,就是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那你就教你的rnn-based language model说,如果看到一个叫做begin of sentence的符号,那你就要输出潮水。 那接下来呢,再给你潮水这个符号,你就要输出退了。 然后给你潮水等退了这两个符号,你就要输出就,然后就这样子训练下去。 rnn-based language model它训练的过程,训练的时候它做的事情,它所学习到的技能,就是去预测下一个token会是什么。 那就给它很多句子,让它去学怎么预测下一个token。 学完以后呢,学完以后你就有contextualized word embedding。 因为我们可以把rnn的heathen layer拿出来,说它就是现在输入的那个词汇的contextualized word embedding。 假设你把退了输进去,然后rnn会出一个embedding出来给你,那这个embedding呢,就是我们现在退了这个词汇的embedding。 那为什么它是contextualized的呢?你可以想象说,同样的词汇同样都是退了这个词汇。 它的上下文如果不同的话,现在rnn吐出来的embedding就会不一样。 你输入高烧退了给rnn,或者是成退了给rnn,同样的词汇输进去,它的embedding都会是不一样。 假设大家对rnn都已经很熟了,这个对你来说都不难理解。 我们知道说rnn在输出这个vector的时候,在输出这个embedding的时候,它会参考这整个句子。 所以输出这个embedding的时候,它是读了高烧退了才输出这个embedding,读了成退了输出这个embedding,读了草水退了输出这个embedding。 虽然现在读进来的词汇都是退了,但是之前读过不同的词汇,所以它output的东西会是不一样。 这个是elmo的基本概念,你怎么用一个rnn的embedding就抽出contextualized的embedding。 有人可能会问说,那这样子好像只有考虑到每一个词汇的前文,没有考虑到后文,没有考虑到后半段。 那怎么办呢?你在圈一个反向的rnn,它从句子的尾巴读过来。 这个反向rnn,它做的事情是,你给它吃之道,它就要预测旧,给它吃旧,就要预测退了,给它退了,就要预测草水。 所以你现在就不只考虑每一个词汇的前文,你也会考虑它的下文。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得到退了这个词汇的contextualized or embedding, 我们就把退了这个词汇,在这个正向的rnn的embedding,跟逆向的rnn的embedding都拿出来接起来。 同一个词汇它的上下文不一样,你得到的embedding就会不同。 那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直觉的。 那我们今天知道说,我们trance什么内容都是要deep,所以这个rnn呢,它可以是deep。 当我们trancedeep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问题了,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它有很多层,每一层都有embedding,那到底应该要用哪一层呢? 那同一个词汇,到底应该要用哪一个embedding呢? 那Elmo这篇paper呢,它的solution就是我全都要,就是我全都要。 他是怎么做的呢?Elmo的做法是说,现在每一层都会给我们一个contextualized embedding。 而今天如果你在讲这个contextualized embedding的model, 你就想你要知道说,每一个词汇丢进去,都会有一个embedding吐出来。 那Elmo呢,它每一个词汇丢进去,都会吐出不止一个embedding, 每一层的rnn都会给你一个embedding。 怎么办呢?把这些embedding通通都夹起来,一起用。 但是怎么把它加起来呢?但最简单的方法是,平均起来之类的。 但是Elmo呢,是会做危机上的。假设我们现在,我们的rnn就是有两层, 它会吐出两个embedding,一个叫做h1,一个叫做h2。 那Elmo做的事情是,它会把第一层吐出来的embedding乘上α1, 第二层吐出来的embedding乘上α2,通通加起来得到蓝色的embedding, 然后再把蓝色的embedding做,接下来你要做的downstream的test, 做你接下来,你要拿这个embedding做的各种不同的application。 好,但是这个α1跟α2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α1跟α2,它们是认出来的。 怎么认出来呢? 在你还没有接downstream的test之前,在你还没有使用Elmo抽出来的embedding之前, 你是不知道这些α的值应该是多少的。 你要先设定好你接下来要做什么application。 比如说你接下来要做QA,你接下来要做POS tagging, 你接下来要做synthetic parsing等等,你要先决定你要做什么test。 然后再把这些参数α1跟α2跟接下来的task一起去认出来。 就举例来说你等一下要做QA,QA的model里面也有一些参数嘛。 那你会把α1跟α2视为QAmodel要学的参数的一部分, 跟着nevo的其他部分一起被学出来。 所以今天不同的任务,他们要用的α1跟α2就不一样。 在原始的Elmo那个paper里面,他有给出以下这个实验的结果。 那这个实验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实验结果是说,他现在用在接下来的downstream的test, 用在接下来downstream的application的embedding, 其实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是原来没有contactualized的embedding, 这个是这边所谓的token。 然后接下来没有token,通过Elmo的第一层以后会抽出一个embedding, 通过第二层以后会抽出第二个embedding。 现在这三种embedding我们要做weighted sound, 得到蓝色的embedding。 那至于weight是多少? 根据不同的任务,学出不同的weight。 举例来说,在semantic rule labeling的时候, 学出来的weight是这个样子。 这边是用颜色的深浅来代表weight。 那这边有semantic rule labeling, 有correference。 correference的test就是说, 要把代名词所指涉的名词把它找出来。 比如说他指涉哪一个人物, 要把他所指涉的人物找出来。 或者是squat, squat是QA的问题。 那这个sstr就是semantic的transultation, 就是大家作业里面有错的问题。 那学完以后呢, 我们这边就会发现说, 这个correference这个test跟squat, 就是qa这个test, 它们特别需要第一层的contextualized world embedding。 而其他的任务好像就没有那么需要, 其他任务看起来每一种不同的embedding的weight是比较平均的。 所以不同的task, 你不要抽elmo里面, 也就是rn里面不同层的contextualized embed。 那这个是elmo的部分, berth是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or transformer的缩写。 那因为是没有bert, 缩写就是berth, berth就是右上角这个黄色的动物。 那其实berth也是芝麻鞋的角色, 跟elmo一样啊, 我就想问说这些人是有多喜欢芝麻鞋的就是了。 好, 那bert呢, 是transformer的encoder,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过transformer以后呢, 才能讲bert。 我们上周已经讲过transformer的, 右边这个就是transformer的图, 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好, 那这个encoder啊, 这个transformer的encoder啊, 其实就是bert的内容加工。 那在bert里面呢, 你只需要收集一大堆的句子, 这些句子呢, 不需要有annotation, 就可以把这个encoder把它称出来。 就你原来如果你要train一个transformer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些test, 比如说summerization, 比如说translation, 给transformer input, 然后告诉他正确的off是什麼, 你才能够train这个transformer。 那bert呢, 他只要traintransformer里面的encoder就好了, 所以他在train这个encoder的时候, 他是不需要label的资料的, 你只要收集一大堆的句子, 你就可以去列一个bert。 反正如果等一下讲的东西你听不太懂的话, 你就记得说bert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因为bert很吵啊, 今天你随便路边拉一个人, 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知道bert, 我就说真的, 路边不知道随便每一个人都知道bert。 但是假设有人问你说, 那bert实际上在做什么的呢? 那等一下讲的东西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你就记得说, bert做的事情呢, 就是给一个句子进去, 你把一个句子丢进去给bert, 然后呢, 每一个句子都会吐一个embedding出来给你, 就结束了。 好, 那至于bert里面的内容架构, 长什么样子呢? 它里面内容架构, 就跟transformer的encoder是一样的, 然后transformer的encoder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有这个self-attention的内容, 那我们之前讲过说self-attention的内容就是, input一个sequence, 那也会output一个sequence给你。 那今天整个bert的内容架构就是, input一个word sequence, 然后它给你一串, 给你一串embedding, 那每一个embedding就对应到某一个word, 就对应到某一个input的word, 那bert就是这样。 那这边呢,我想提醒大家说, 虽然在投影片上的例子, 我们是用中文的词来当作单位, 但实际上, 假如你今天要处理的是中文, 也许在训练bert的时候, 用字来当作单位是更为恰当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文的词跟字有什么样的差别。 举例来说, 这边的潮水是一个中文的词, 而潮跟水分别是中文的字, 分别是中文的character。 好,那这个如果使用中文的词, 用中文的word来当作单位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input给bert的这些词汇啊, input给bert的这些token啊, 你也要把它表示成, 举例来说onehard的encoding, 才能够输给bert的这个内容。 那如果你今天用的unit, 你今天你的token的这个unit是词的话, 那中文的词是很多的, 中文的词是几乎无法穷举的, 那你input的那个onehard的vector, 它的维度呢, 会太大。 那如果用字的话, 中文的character的数目是有限的, 常用的character不过四千多个而已。 所以,因为常用的character是有限的, 中文的character可以说是可以穷举的, 所以如果你用中文的character, 来当作输入的单位的话, 那你在描述一个中文的character, 你用一个onehard encoding的vector, 来描述中文的character的时候, 那个onehard encoding的vector, 就不会太长。 那这样子在实作上, 会方便许多。 所以这边就提醒大家一下, 虽然在同文片上, 是用中文的word当作例子, 但是在实作上, 如果你要处理的是中文, 也许这边用character用中文的字, 是更为合适的。 好,那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 那怎么训练这个vert呢? 假设我们没有level data, 只有收集一大堆, 没有做任何annotation的句子, 那这个vert和这个neward, 是怎么被训练出来的呢? 好,那在文件上呢, vert和这个neward, 它有两个训练的方法。 那第一个训练的方法, 是maskLM。 maskLM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要交给vert的任务是, 我们把所有的句子, 随机有15%的词汇, 会被置换成一个特殊的token, 这个token叫做mask。 也就是说, 你会盖掉一个句子里面, 15%的词汇。 然后vert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猜测这些有盖住的地方, 到底应该是哪一个词汇。 所以vert在训练的时候, 你是叫他去做一个克漏字的问题。 你把input的句子里面, 15%的地方挖控, 要vert把它填回来。 那vert是怎么填回来的呢? vert填回来的方法是, 假设现在在输入的句子里面的, 第二个词汇是挖控的。 接下来,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通过vert, 每一个input的token都会得到一个embedding。 接下来, 把挖控的地方的embedding, 把挖控的地方的embedding, 丢到一个linear的multi-classifier里面。 反正呢, 就是把现在input是mask的部分, vert抽出来的这个vector, 丢进去一个linear的classifier里面, 要求这个classifier预测说, 现在被mask掉的那个词汇是哪一个词汇。 那因为这个classifier是一个linear的classifier, 所以它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弱。 所以今天如果要能够成功预测出, 被mask掉的那个词汇是哪一个。 那vert这个model, 它可能很深, 比如说有24层, 有48层。 这个vert这个model, 它这边一定要抽出一个非常好的representation。 可以从这个representation, 轻易的知道说, 这个现在被mask掉的这个词汇是哪一个词汇。 然后所以我们把这个representation丢到一个简单classifier里面, 就可以预测出被mask掉的词汇是哪一个。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vert做的事情, 是预测被mask掉的词汇, 那也可以想见vert到时候抽出来的representation, 会是什么样的representation呢? vert抽出来的embedding, 会是什么样的embedding呢? 如果两个词汇填在同个地方没有违和感, 那他们就会有类似的embedding。 举例来说, 如果你说, 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跟潮水落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那退了跟落了, 填在这个同样的位置都没有违和感的话, 那他们就会有比较类似的embedding, 到时候vert就会学会抽出来这样的embedding。 同样, 填在同个地方没有违和感, 代表他们的语意可能是很类似的, vert就会知道说, 他们应该要有类似的embedding。 好, 那这个是trainvert的第一种方法。 好, 那第二种方法呢, 是要vert去做 next sentence prediction, 给他两个句子, 然后vert预测说, 这两个句子是接在一起的, 还是不是接在一起。 举例来说, 给vert两个句子, 一个是醒醒吧, 一个是你没有妹妹, 你都知道说这两个句子, 应该是要被接在一起的, 你希望vert也可以准确的预测说, 这两个句子应该要被接在一起。 好, 那这边需要引入一个特别的token, 特别的符号, 这个符号代表两个句子之间的boundary。 你在输入给vert两个句子的时候, 你会在中间加这个特别的符号, 告诉vert说, 两个句子中间的交界在哪里。 好, 但是vert怎么预测, 这两个句子是不是相接的呢? 你还要再给他输入一个特殊的token。 那这个特殊的token, 我们在文献上通常是放在句子的开头, 这个特殊的token代表说, 我们在这个位置要做transformation, 要做分类这件事。 你用一个特殊的token, 代表要做分类这件事。 然后从这个特殊的token输入的位置, 输出来的这个embedding, 你把它丢到一个linear的binary的passifier里面, 要这个linear的binary的passifier去 output说, 现在输的这两个句子, 它们是应该被接在一起的, 还是不应该被接在一起的。 那讲到这边可能有人会问说, 为什么是放在句子的开头呢? 为什么不放在句子的结尾呢? 放在句子的结尾, 让Bird读过整个句子, 然后才决定说这两个句子应不应该是被接在一起的, 不是比较合理的吗?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Bird的架构, 如果今天Bird里面放的是rn, 那classify这个token放在句子的尾端比较合理。 假设你是一个正向的rn, 由左读到右的rn, 那它应该要把这两个句子读完以后, 才有能力做分类这件事。 但不要忘了, Bird的内部并不是rn, Bird的内部是一个transformer, 是一个transformer的encoder, 也就是它的内部是self-attention。 那我们上周讲过说self-attention有什么特色? self-attention它的特色就是天涯落必灵, 两个相邻的word跟两个距离很远的word, 对它来说是一样。 对self-attention来说, 假设不考虑positional encoding所造成的影响的话, 一个token放在句子的开头, 放在句子的结尾, 对它来说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今天我们把一个transformer的token, 不管是放在句子的开头, 还是放在句子的结尾, 对Bird, 也就是对self-attention来说,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那我觉得放在其他的位置, 放在句子的中间, 放在句子的结尾, 可能影响也是不大。 好, 那现在Bird要做的事情就是, 给它两个句子, 然后呢, 它要output说, 这两个句子到底应不应该被接在一起。 那你在训练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训练它说, 因为你在训练资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句子, 那你在把那些句子爬下来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这两个句子是不是相接的。 所以你就可以训练Bird的, 你就可以告诉它说, 看到这两个句子, 你就要output yes, 看到另外两个句子, 比如说醒醒把眼睛给掌揍, 它们是不该被接在一起的, 那你就要被output no, 然后今天这个linear classify, 跟整个Bird的内容架构, 是一起被训练的。 那你希望说, 透过预测另外一个sentence的任务, 我们就可以把Bird的部分的参数把它写出来。 好,那现在有两个方法, Approach1跟Approach2, 那这两个方法, 在文献上是要同时使用的。 当你同时使用mask, 跟preddit下一个sentence, 像你叫Bird同时去解这两个任务的时候, 它会学的最好。 这接下来问题就是, 好,怎么用这个Bird呢? 现在可以input一串 character, 我头影片上的例子是用word, 实际上是character, 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好。 现在可以input一串word sequence, 每一个word都有一个contactualized的word embedded。 那怎么用它呢? 最简单的做法是, 把Bird当作一个抽feature的工具, 就像Elmo一样, 它就吐一种新的embedding出来给你, 拿这种新的embedding, 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任务。 但是在Bird那边paper里面, 它不是只有做这样子的事情, 它说它是把Bird的model 跟接下来你要解的任务一起做训练。 那它里面举了四种不同的例子, 说怎么把它的Bird跟接下来的downstring的任务,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第一个例子是, 假设你现在要解的任务, 是input一个sentence, output一个class, 要怎么做。 什么样的任务, input一个sentence, output一个class呢? 比如说, 在我们的工作业里面, 在RN的那个作业里面, 不是要input一个句子, 然后告诉我们说, 这个句子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那这就是一个例子。 或者是文章的分类, 你想要把文章分成, 这是体育新闻, 这是政治新闻, 这是财经新闻等等。 文章做分类, 那也是input一个句子, output一个class。 如果是这种input一个句子, output一个class的任务, 怎么使用Bird呢? 你就把你现在要做分类的这个句子, 丢给Bird, 但开头的地方, 再加一个代表分类的符号。 接下来, 你把代表分类的符号, 这个位置所output的这个embedding, 丢给一个linear classifier, 这个linear classifier, 去预测说, 去predit说, 现在input的这个sentence, 它的class是什么? 如果用在你的作业里面, 那我想作业里面, 大概没有人用Bird吧? 有人用Bird吗? 没有, 有人用Bird可以举手一下吗? Bird是有中文版的, 所以要用你其实是可以用的。 有用吗? 你有用是吗? 没有用。 Bird是有中文版的, 而且人家已经帮你训练好, 你只是把它载下来用而已。 所以如果在你的作业里面, 就是input一个句子, 把这个句子丢给那个Bird, 然后呢, 它就算算算算, 里面有很多层, 里面小的Bird有24层, 大的Bird有48层, 算算算,很多层。 然后在开头的地方, 给它一个代表分类的符号, 然后在同样的位置, 是output这个embedding, 它丢进了linear classifier, 然后output说这个句子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好, 那今天实际上在train的时候, linear classifier的参数是随机初始化的, 所以linear classifier它是train from scratch, 它是从头开始训练的。 那Bird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跟着find hue, 也就是说, 你把Bird的参数, 跟这个linear classifier的参数是一起学的, 你告诉Bird加这个linear classifier说, input这个句子你要output正面, input另外一个句子你要output顾面, 然后让linear classifier跟Bird一起去做学习。 linear classifier从头学, Bird它只要微调就好, 它只要微调它里面的参数就好。 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实际上就要从头学的参数是非常少的, 因为多数的参数在Bird里面, 可能都已经学得很好了, 这是第一个例子。 好, 第二个例子是, 假设我们今天要解的任务是input一个句子, 然后这个input的句子里面的每一个词汇, 我们都要决定它属于哪一个class。 语言来说, 我们在讲RNN的时候, 我们要举slub feeling这个test, slub feeling这个test, 就是我们case 2要举的交解的任务之一。 好, 那在slub feeling里面呢, 你就要input一个句子, 那你的machine呢, 要决定说, input的句子里面的每一个词汇, 它是属于哪一个slub。 那每一个slub如果是一个class的话, 那就是input的句子里面每一个词汇, 属于哪一个class。 好, 那如果是第二个case的话, 用bird才要怎么解呢? 如果我们第二个case的话, 就是你现在input一个句子, 每个句子现在都会output一个embedding出来, 把每一个你input一个句子, 现在每个词汇都会output一个embedding出来, 把每一个embedding都丢到linearclassify里面, 让这个linearclassify去决定说, 这个embedding应该属于哪一个class。 然后就结束了。 而trend的时候, 也是mtoem的trend, 你告诉bird说你的input要什么, 比如说你的input要是arrive, 台北 on November 2nd, 那你的output要什么? 你的output是第一个word要分类成other, 第二个word要分类成destination, 第三个也是other, 第四个是time等等, 然后把linearclassify跟bird and to end一起去做学习, bird要find to linearclassify, 要从头开始学, 这是bird的第二个应用的例子。 好,第三个case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要解的任务是input两个句子output是一个class, 那什么时候我们要input两个句子output一个class呢? 比如说有一种任务叫做natural language的inference, natural language的inference要机器学会推论这句话, 你给机器一个前提, 再给它一个假设, 然后问它说, 根据这个前提, 这个假设到底是对, 还是错, 还是不知道。 好, 那怎么解这种natural language inference的问题呢? 那你就是给你的model两个句子, 那你的model的output就是, 现在这两个句子是根据这个前提, 这个假设它是对的, 还是错的, 还是无法判断。 那它其实是一个, 只有三个类别的分类问题。 那如果你要用birt来解这种natural language inference的问题的话, 你就把第一个句子丢给birt, 然后再给它一个句子之间的这个分格的符号, 再把第二个句子也丢给birt, 然后接下来呢, 在开头的地方呢, 你放一个代表分类的符号, 然后呢, 在开头的地方所输出的这个embedding, 那就拿它去做分类, 把这个embedding丢到linear classifier里面, 然后让它决定说, 现在应该是true或ghost, 或者是unno。 第四个例子, 是要拿birt解question answering的问题。 而且是某一种叫做extraction based question answering的问题。 extraction based question answer是什么呢? extraction based question answer 就是说, 给你的model读一篇文章, 然后问他一个问题, 希望他可以正确的得到答案。 但是, 我们这边呢, 这个放了一个水,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答案一定有出现在文章里面。 举例来说, 第一题的答案是gravity, 那你一定在文章里面找得到gravity这个词汇。 最后一题的答案是within the cloud, 那你一定在文章里面可以找得到within the cloud这个词汇。 那这种QA的任务啊, 叫做extraction based的QA。 怎么解这种extraction based QA的问题呢? 你给他文章, 你给他问题, 这个文章跟问题呢, 都是用一个token的sequence来表示, 假设现在这个文章第一, 有n个token, 文章Q呢, 有n个token。 好, 那你有个QA的model, 这个QA的model就是吃一篇文章, 吃一个问题, 接下来他output两个整数。 那这边用se呢, 来分别代表这两个整数。 这两个整数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整数的意思是说, 现在啊, 你的答案, 落在文章里面的, 第s个token到, 第1个token。 也就是说你的答案, 就是文章里面的, 第s一直到, 第1这一串token。 好,如果这边你没有听得很懂的话, 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这一篇文章里面, gravity这个词汇是第17个word。 所以今天假设你问machine这个问题, 他要怎么输出gravity这个答案呢? 如果他输出s等于17, e等于17, 那他输出的答案就是gravity。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 这边within the cloud是, 假设是第77到第79个词汇。 好,那问这个问题, 机器要怎么输出within the cloud的呢? 如果他今天他输出s等于77, 1等于79, 他就会输出正确答案。 好,那怎么用birth来解刚才的问题呢? 怎么用birth来input问题跟文章, 然后output两个integer, 代表你的答案在文章里面出现的位置呢? 好,你就把问题输进去, 然后给一个分隔的符号, 然后再把文章输进去。 那现在, 文章里面的每一个词汇, 都会有一个影条件。 接下来, 你让我们去训练另外两个vector, 一个红色的vector, 一个蓝色的vector, 这两个vector的dimension, 跟这些黄色的vector的dimension是一样。 好,那这个红色的vector, 拿去跟这边文章里面的每一个词汇的黄色的vector, 做大夸大, 就是做类似attention这样的动作, 做大夸大。 所以,文章里面的每一个词汇, 都跟红色的vector做大夸大以后, 都会算出一个scaler, 把这个scaler通过soft math, 有点像是分类的问题。 现在,每一个文章里面的词汇, 都会得到一个分数。 接下来, 看哪一个词汇, 得到的分数最高。 举例来说, 在这个例子里面, 第二个词汇, 文章里面第二个词汇, 得到的分数是最高的。 那我们就说, s等于2。 所以, 红色的vector, 决定了s等于多少。 接下来, 想必蓝色的vector, 就是决定1等于多少。 你把蓝色的vector, 去跟每一个文章里面的黄色的vector, 做大夸大。 算出一个分数, 再通过soft math, 然后看看, 谁算出来分数最高, 现在第三个词汇, 算出来分数最高, 那1就等于3。 s等于2, 1等于3, 那答案, 就是文章的第二个word, 跟第三个word, 也就是d to第三, 就这样。 那这边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有人会问说, 假设现在, s跟1, 矛盾了怎么办? 就如果, 现在s等于2, 1等于3, 所以输出第二个, 跟第三个词汇, 当作答案。 如果s等于3, 1等于2, 这不是没有答案了吗? 对, 就是没有答案。 这个时候你的model, 就output此题无解, 在Squad2.0里面, 有一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你要回答此题无解, 才是对的, 给一个答案, 反而是错的。 所以, 如果今天output是矛盾的Case, 就是1落在X的前面, 你的model答案就是此题无解, 而且搞不好是对的, 因为那一题搞不好根本就是没有答案, 而你的model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output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 我告诉你说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在这边呢, 这个红色的vector, 跟蓝色的vector, 是学出来的。 在训练的时候, 你就是要给机器很多训练资料, 你要给他很多问题, 文章, 跟答案是落在文章的第几个词汇, 到第几个词汇, 然后给机器去学, 然后希望他看到新的文章, 新的问题, 就可以告诉你说答案落在文章里面的 第几个词汇, 到第几个词汇。 实际上训练的时候, Brett只要fine2就好, 然后这两个vector, 是从random从头开始学出来的。 好, 那这个就是Brett的四种用法。 好, 那在Brett就是到处图绑, 到处图绑, 这样子。 你会发现说, 每一个NLP的任务, 都有人用Brett帮你洗过了, 这样子。 如果现在网路上有一个leader board的话, 就比如网路上有排行榜, 像他的那种排行榜的话, 先行名大概都是用Brett做的。 然后这个是square2.0, 我们刚才讲的QA的任务, 这个square2.0, 你会发现说, 第一名是用Brett做的, 第二名也是用Brett做的, 第三名也是用Brett做的。 那后来还有一个东西叫做Ernie, Ernie是enhanced representation through knowledge integration, 然后他根本就不应该被缩写成Ernie, 缩写成Ernie真的是非常的牵强, 因为Ernie也是一个芝麻街的人物啊, 根本为了硬凑, 所以把Ernie是Brett的好朋友这样子。 反正就是这样了, Ernie是Brett的朋友, 所以这边有一个model就硬凑说, 他的名字就叫做Ernie。 那他是特别为了中文而设计的, 那简单来讲, 他的概念就是说, 啊,现在做Brett的时候, 不是要做Mask LM吗? 那实际上Brett的input是用中文的字为单位, 那如果你随机盖掉一些字, 那这些被盖掉的地方, 其实非常容易被猜出来啊, 所以怎么办? 要一次要盖一个词汇比较合理吧? 所以就有了Ernie这个想法, 那细节大家再看一下文章。 好,那也可以分析一下说Brett, 究竟他每一层学到了什么呢? 举例来说Brett有24层, 那每一层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你可以在文献上找到一些跟Brett有关的分析, 那我这边呢, 就有列了两个reference给大家参考。 Brett的这么多layer的每一层他做的事情, 就像是一个NLP的type line, 有点一般在做这个NLP的任务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说, 我们最初阶的任务是决定每一个词汇的词性。 接下来, 我们会决定这整个句子的文化妥习处是什么。 然后再接下来, 你知道整个句子的文法长什么样子以后, 你可以做co-reference, 也就是找出每一个代名词, 它实际上指涉的名词是什么, 或做semantic road labeling, 可以知道现在, 或者是做relation的exception, 知道词汇跟词汇之间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中间, NLP的任务中间是一个阶层式的关系, 从比较简单的, 只跟文法有关的, 到比较复杂的, 跟语义有关的。 Bert 的比较接近音符的层, 他可能就是做比较跟文法有关的任务, 而比较接近输出的层, 就是做比较困难的任务。 这件事情在实验上, 可以得到一些佐证。 举例来说, 这篇 paper 里面做的事情是说, 他把 BERT 每一个 layer 抽出来的 contextualized feature, 抽出来把它加起来, 就跟 Elmo 做的事情一样。 他不是讲说, Elmo 会把每一层的 embedding 抽出来, 然后做 weighted sum, 然后 weight 是跟着任务一起学出来的吗? 那这边做的事情是一样, Bert 有 24 层, 所以每一个词汇可以抽出 24 个 vector, 把这 24 个 vector 做 weighted sum, 然后那个 weight 是根据任务认出来的, 那看那个任务认出来的 weight 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那个任务特别需要 BERT 的哪些层。 那那些 weight 就是这个图上的深蓝色的方块, 那方块越长, 就代表说那一层的 embedded, 它层上的 weight 越大。 那每一个 row 代表了一个 NLP 里面的任务, 那如果那个 NLP 的任务的某一层的值越大, 就代表说现在在解 NLP 的任务的时候, 越需要 BERT 的某一层。 举例来说, 今天如果你要解 POS Tagging 这个任务, POS Tagging 任务是什么? 它是磁性标记, 就是你要告诉你说每一个词汇, 它是什么磁性, 有某个词汇是名词, 某个词汇是动词等等。 而如果是磁性标记这个任务里面, 大概你最需要的, 是 BERT 的第十一层到第十三层这个地方。 你把第十一层到第十三层这个地方的 Way Embedding 抽出来, 做 Weighted Sound, 那解 POS Tagging 这个任务呢, 是特别合适的。 如果你要解的是更复杂的任务, 比如说 Core Reference 这个任务的话, 那你会发现说你最需要的是 BERT 的, 举于来说第十七层到第十九层。 所以这边就可以发现说, 如果你要解的是比如说 POS Tagging, 或者是这边的第二个任务跟第三个任务 都是跟文法剖析有关的, 你要叫机器标识性, 你要叫它帮你做文法剖析, 那也许 BERT 的前面几层是比较适合的。 如果你要解的任务是更困难的, 比如说 Core Reference, 比如说 Semantic Road Labeling, 比如说 Relation Extraction, 那你通常会需要的是比较后面的, 比较深的, 比较多层的 BERT 所抽出来的 Latent Representation。 那 BERT 也有 Multilingual 的版本, 有一个 BERT, 他用 104 种语言去进行了训练。 就是 Google 从维基百科上爬了, 104 种语言的维基百科, 然后统统丢给同个 BERT 去训练。 他在看过了多种语言以后, 虽然他没有看过这些语言之间的翻译, 但他在读过 104 种语言的文章以后, 他似乎自动学到了不同语言间的对应关系。 你可以看一下右上角这篇文章。 所以这个神奇的 BERT 他可以做到说, 如果你今天要叫这个 BERT 去做文章的分类, 你只需要给他英文的文章, 让他去学做文章的分类。 他自动可以学会做中文文章的分类, 就是这么神奇的样子, 他可以做到 Zero-Shark 任意。 他看过中文, 但从来没有人教他中文文章要怎么分类, 但他只有人教他英文文章要怎么分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自动就学会中文文章的分类。 接下来我们要讲另外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叫做 Generative Pre-training, 叫做 GPT. GPT 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硕打无捧的 Language Model, 它有多巨大呢? 这是 ELMo, ELMo有94M的参数, 但是它只有这么小而已。 这个是 BERT, 它有340M的参数, 那 BERT 大概是 ELMo的三倍到四倍高, 所以我把 BERT 的话高一点。 这个是 GPT, 它有1542M的参数, 可能是资金有史以来最大的 Language Model, 它的卖点是什么? 它的卖点就是巨大。 然后 GPT 它其实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本来的 GPT, 那就没有很引人注目, 因为它没有很大, 然后 GPT GQ 就非常非常大。 但是这边的问题就是, 它不是芝麻街的人物, 这样子。 它不是芝麻街的人物, 所以它就没有形象, 那等下会跟你解释说, 为什么它是一只独角兽。 那 GPT 是什么呢? GPT 其实就是 Transformer 的 Decoder, 我们刚才有说 BERT 是 Transformer 的 Encoder, GPT 其实是 Transformer 的 Decoder。 那这个 Transformer 的 Decoder, 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我们就再跟大家很简要的解释一下, 这个 Transformer 的 Decoder, 这个 GPT 是怎么运作的。 那 GPT 要做的事情, 跟一般 Length-Dream Model 一样, 你给它一些词汇, 它要解的任务是, 预测接下来应该要放哪一个词汇。 举例来说, 你给它 Begin of Sentence 这个 Token, 再跟它输入潮水这个词汇, 希望它可以 output 退了这个词汇。 那它怎么 output 退了这个词汇呢? 它一样会做 Self-Attention。 就把潮水 Input 进去, 把潮水 Input 进去, 一样产生 Query, Key 跟 Value。 你把潮水的 Key 拿出来做 Self-Attention。 要跟之前已经输入过的词汇, Begin of Sentence 这个 Token 的 Key, 算一个 Attention, 也要跟自己算一个 Attention。 然后接下来, 把算出来的 Attention, 跟 B1 还有 B2 做 Weighted Sound, 得到 B2。 然后呢, 这个 Self-Attention 有很多层, 这个有很多层。 然后通过很多层以后, 最后呢, 要预测退了这个词汇。 那预测退了这个词汇以后呢, 就把退了拿下来。 然后呢, 再问说, 在退了之后, 应该要接哪一个词汇。 好, 那把退了这个词汇, 一样让它输出 Q 跟 K 跟 B。 然后你把退了的 Q 呢, 去跟已经产生出来的词汇, 包括自己去做 Self-Attention。 所以你把 Q 3 跟 Begin of Sentence 的 K1 去算Attention。 你把 Q 3 跟潮水的 K2 去算Attention。 你把 Q 3 跟 K 3 自己跟自己 去做Attention。 然后呢, 算做Attention以后, 再跟每一个已经产生出来的词汇的 V 呢, 去做 Weighted Sound, 去做 Weighted Sound, 去做 Weighted Sound, 然后呢, 就得到一个 Embedded, 然后把这个 Embedded 再通过很多层, 最后呢, 你要预测旧这个词汇。 好, 那这个 Process呢, 就反复继续下去。 你有了旧这个词汇以后, 你要输出旧的 Query 跟 Key 跟 Value, 一样跟之前已经输出的东西, 要算做 Self-Attention, 然后再预测旧后面, 应该要接哪一个词汇。 好, 这个就是 GPT 跟 GPT-Q。 好, 他们做的事情, 一样就是训练一个 Language Model, 只是这个 Language Model, 非常非常的巨大, 然后它的 Network架构, 是 Transformer 的 Decoder。 因为 GPT-Q 它非常的巨大, 所以它就展现了种种的神迹。 然后在我看来, GPT-Q, 它做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 举例来说, 它可以在完全没有训练资料的情况下, 就自动做到 Reading Comprehension, Summarization 跟 Translation。 它可以做到 Zero Shot Learning。 一般我们要叫机器做这些任务, 你需要有一些训练资料。 像我们刚才在讲 BERT 的时候, 我们说 BERT 也可以做 Reading Comprehension, 这边 Reading Comprehension 就是指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QA。 BERT 也可以做 Reading Comprehension, 但是你需要给它一些训练资料。 而 GPT-Q 尝试在完全没有跟 QA 有关的训练资料的情况下, 就尝试去硬做 Reading Comprehension。 怎么做呢? 你直接给 GPT-Q 一篇文章, 再给它一个问题, 接下来你输入 A 冒号, 它就会自己突出答案。 再右也是给 GPT-Q 一篇文章, 接下来你输入一个特殊的符号, 你输入 TLDR, 就 Too Long Don't Read 的缩写。 接下来 GPT-Q 自动就写出前面这篇文章的摘要。 或者是, 有一个让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 它居然还可以做翻译, 你就输入给它很多英文的句子, 然后跟它说, 你输入给它一个英文的句子, 然后再给它一个等号, 后面接法文的句子。 再输入另外一个英文的句子, 再给它一个等号, 后面接法文的句子。 再给它一个英文的句子, 在后面再输入等号。 接下来它就会输出 这个第三个英文句子的法文翻译。 好,那 GPT-Q 它做得怎么样呢? 那 GPT-Q 它做得怎么样呢? 在 Reading Comprehension 的结果, 我觉得是蛮惊人的。 在 QA 上, 这个是 GPT-Q 可以达成的结果。 纵轴是 F1 score, 这个分数越高, 代表这个正确率越高。 横轴是 GPT-Q 所使用的参数。 那最大的那个 model, 有 1500 个 million。 最大的那个 model, 它的 performance, 居然跟 Dr QA 可以相提并论。 不要忘了 GPT-Q 是 Zero Shot Learning。 从来没有人教它任何跟 Reading Comprehension 有关的事。 它自动在看到 A 冒号以后, 就可以输出答案。 那可能在训练资料里面, 这个 GPT-Q 啊, 是用 40 Giga 的文章所训练出来的。 那可能在这些文章里面, 常常出现 A 冒号, 后面就接问题的答案。 那 GPT-Q 它自动学到说, 读一篇文章, 读一个问题, 看到 A 冒号, 接下来就输出问题的答案。 好, 这是 Reading Comprehension 的结果。 不过 GPT-Q 在 Summarization 跟 Translation 上的结果很差啦, 在 Summarization 上的结果大概跟 Random 差不多啦, 所以还好它其实还没有那么神奇。 好, 那有人分析了一下 GPT-Q 的 Attention 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你可以看一下相关的文章。 举例来说, 在 GPT-Q 里面, 左边是下一层的结果。 这个是前一层要被 Attention 的对象。 比如说他要输出, 他在 Chew 这个位置, 他会 Attend 到 Nurse。 在 Chew 这个位置, 他会 Attend 到 Doctor。 所以性别的 Buyer 这样子, 他觉得说, 某一些职位就跟某些性别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是, 如果你做 Visualization 的话, 你就可以对你的 Model 做一些分析。 好, 左边是对不同层的不同的 Head 做一下分析。 那这边是从第零层到第五层。 然后这边是从第一个 Head 到第六个 Head。 那你分析以后, 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就是很多词汇,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都要 Attend 到第一个词汇。 要 Attend 到第一个词汇。 你有没有发现说, 这边很多不同的词汇, 他们都要看第一个词汇。 很多不同的词汇都要看第一个词汇。 很多不同的词汇都要看第一个词汇。 第一个词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所以一个可能就是, 当今天不知道要 Attend 到什么地方的时候, 就今天我们不需要做 Attention 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学到不知道要 Attend 在哪里, 或不需要做 Attention 的时候, 就 Attend 在第一个词汇。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也许未来在做这种 Model 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句子里面, 再加一个特别的 Token。 这个特别的 Coat 叫做, 你不知道 Attend 在哪里, 就 Attend 到这里。 然后 Machine 就会知道说, 今天不知道 Attend 在哪里的时候, 就 Attend 到那一个特别的 Token。 那这个是 Visualization 。 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 那这个 GPT-2, 它真正展现庞大力量的是, 它可以自己做写作。 我们刚才说, 它是一个 Language Model, 它可以 Predict 下一个词汇。 所以你可以给它几个词汇以后, 它就自己帮你把整篇文章完成。 那以下这一则的例子, 是来自于, 这个 GPT-2 是 Open AI 做的。 以下这个例子, 是来自于 Open AI 的 Floor。 那他们就给 GPT-2 一篇文章的前半段。 这篇文章是跟独角兽有关系的。 他就说, In a shocking finding, Scientists discover a herd of unicorns, 发现一群独角兽, Living in a remote, previously unexplored valley, in the Andes mountain.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训练之后, 自己把这篇新闻完成。 他就开始幻想。 The scientists named the population after their distinctive horn, always unicorns, 他们是有名字的, 叫做always unicorns. This poor horn, silver white unicorns were previously unknown to science. 然后就自己写完这篇文章。 为什么讲到GPT-2的时候, 他的形象就是一堆独角兽在遥远的安地斯山上。 那其实这个后来Open AI, 他们没有release最大的GPT-2的model。 他们没有release有1500个Million参数的GPT-2model。 他们的理由是,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model的力量太过强大。 没有办法控制, 他会拿来产生很多假新闻。 所以他们居然没有release那个model。 他们只是release了一个比较小的版本。 而那个比较小的版本是有被放在, 有人拿那个比较小的版本做了一个demo。 这边有一个transformer的demo网页。 这个demo网页是一个叫Adam King的人做的。 他应该不是Open AI的成员, 所以他用的并不是最大的GPT-2, 他用的是public available的GPT-2。 那这个GPT-2的大小大概跟bird差不多。 那你就输入一个句子, 他就会把你那个句子完成。 我们刚才不是说GPT-2可以做到 zero shot的reading comprehension吗? 那我现在就来试试他的能力。 举例来说,我们问他, what is machine learning? 然后加个A帽号, 他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machine learning。 什么是machine learning呢? machine learning refers to technique, and that detecting patterns in data, where a person does not actually have any information needed to make those inference. a computer learns how to learn by performing this technique. example of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 are classification and signal to noise ratio analysis, 等等。 虽然讲的很奇怪, 为什么突然讲到SNR, 但至少还是蛮像个样子的。 不过我们这个machine learning啊, 应该是在这个GPT-2看过的data里面, 我们故意问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看他会怎么回答。 举例来说, 我们问他什么是鲁阿鲁 learning? 他说,what is LOL learning? LOL is simply a name of the most popular mean on the internet, based on the name of the site it originated from.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不过汉也还蛮像个样子的。 那这个GPT-2啊, 他甚至可以写个剧本, 举例来说, 今天Jong碰到Mary, Jong说Hello, 然后Mary说Good morning, 然后Jong就告白这样子。 然后Mary就说你是个好人。 好, 好, 那我们呢, 就让GPT-2帮我们把这个故事完成。 接下来Jong会说什么呢? 哦, 他就说Good bye这样子。 好, 这个故事太短了, 重新再产生一个。 哦, Mary, you are wonderful, even though they are both crazy about each other. I'm really sorry. Mary, I'm sorry you love her so much, but she's always doing something. 啊, 他就可以自动帮你写一个剧本啊。 好, 那如果你想要有比较多人的对话的话呢, 你就把这边的这个句子弄少一点。 那这边就会出现Jongi, 还出现Jongi。 其实他也会写程式啦,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import numpy snp, import cancel row stf, 好, 来写个程式。 他现在是在写Python的程式, 其实他也会写C语言啦, 我们就include, stdio.h, 好, 然后我们要intman, 好, 他会不会帮我们把ARGCARGV写出来呢? ARGCARGV, 你看, 他就写了另外一种程式语言。 然后就有这个梗符这样子, 这个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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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梗符有两个意思啦, 除了大家觉得GP2很fancy以外,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梗符其实是你可以download下来的, 这GPT2是你没有办法得到的人这样子, 他没有被release。 的梗符, 的梗符,